第二天好像又長大了對不對 他開始拍了他又長大 成熟了 成熟了 這個戲對他來講 也是一個滿大的壓力 因為先得獎 然後再演一部電影 要扛票房 對不對 其實跟黃渤他一開始他 就黃渤是非常硬底子的 而且是金麻將硬底 很多人就說 趙婷這樣會不會壓力很雙重這樣 會不會把又婷給你知道 逼到一個極限 還真是把它逼到一個極限 然後兩個 整個在戲裡面 可以激出很多火花 激出很多火花 我覺得這個戲很重要 其實我剛剛就看一下 又有杜德偉 還有 阿偏 你看阿偷演一個大反派 其實每一個角色是很 就是都是有戲的 對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要拍多久 120個工作天 他不講幾個月 而且他一直講120個 讓我們覺得這個 沒多少 沒多少是 四個多月的 四五個月 五個月 但是五個月拍完 對 連休息 休息 休息翻班移動 用了一個月 然後實際拍了四個月 對台灣的電影 我想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一點一點的變化 然後大家進戲院來看電影 其實這是很開心的事情 那天金馬獎的劉德華講說 看到台灣的這個 開花了 然後有 我其實很感傷 以前我們一直都叫大家 進電影院 進電影院 你們要來看電影 賣個幾十張的 上百張 現在真的 你的時間抓得還滿不錯的 不然 撐得久也是一個重點 撐得久 撐得久 因為台灣電影其實 沒落了十幾 將近二十年 而且近十幾年其實是谷底 就是沒有片子 沒有觀眾 但我覺得很多的前輩 很多的中間很多的電影人 不放棄 他們一直努力在往前衝 然後保留了一絲元氣 那也有很重要的是電視圈 也保留了一絲電影人的元氣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在電視的環境裡頭 將養生喜 然後把自己慢慢的培養起來 建立了能力 建立了明星 建立了說故事的方法 建立了全亞洲的連接管道 我們慢慢的 當電影圈也開始在想通說 我們要開始來拍一些 商業性的題材 我們開始要來跟觀眾連結 你們等於這個 練好了基本功 發功了 對 大家一起回來 今天我們有一些好朋友 他們眼中的你們這對夫妻導演 在他們眼中是羨慕呢 還是什麼呢 我們來一下 有一次小慧突然 就第三胎 突然覺得好像要生了 我們就殺去了醫院 可是那天我拍到了一張照片 在那個後診的產房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的背影 月薰纏服著他 那個背影對我而言就是幸福 跟女一樣 也會有低潮 也會有爭吵 那但是非常確定的是 他們真的有很深很深的緣分跟連結 然後有很深很深的情感 然後會一直陪伴著對方 常常看到他們吵架 可是他們越吵是越恩愛 但是我相信他們是為了 這個愛的前提下去爭吵 很多人看到他們在 彼此相處的模式裡面 都會又羨慕 但是又嫉妒 但是也很慶幸 不是他們這樣的相處模式 看到他們吵 吵到兩個人已經覺得 感覺已經覺得 明天這兩個人應該是 是差不多要拜拜了 結果沒想到第二天 他們的恩愛模式又比一般的這種 夫妻恩愛的模式又更不一樣 印象中好像沒什麼結婚紀念日 常常都在過結婚紀念日 常常可能在要慶祝前 所以就會用這個爭吵來去爭吵 原來 這個朋友太了解你們了 她跟我們太好了 十幾個人的好朋友 對 但是我是知道吵架是夫妻必定要有 但是我剛看了小慧的眼淚 我覺得她一定在某些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偏袒女人 我覺得蔡月馨是有一個 很怪的執著對不對 對 不太敢點頭 等一下分氣了 有些事情不能講 你還有事不能講 沒有啦 她的意思是說 我很固執跟很執著在這件事情 是我們每次講 我們很容易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因為 竟然都 對啊 她 她很在意的一些事情 剛好跟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衝突 對 因為 我當然我自己其實了解 她其實在我拍白色巨塔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我記得好深 她就是為了這個 我愛工作這件事情 吵到最後她說 你這樣跟邱慶神有什麼兩樣 我其實很打擊 就是我完全明白就是說 對 我的工作 佔去了太多我們的時間 因為她也說 其實當年她跟我在 選擇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我什麼都沒有 心裡那時候我覺得 好像還滿快樂 對 她覺得這個也沒有辦法 不同的快樂 因為覺得那個時候 那個男人是完全屬於我的 對 而且她說 我選擇你並不是為了要這些榮耀 要這些成就 跟我沒有關係 不是我要的 不過憑良心講 她當初嫁給你的時候 真的沒有想過 我是要當導演太太喔 她只是覺得說 我嫁了一個我 我這輩子沒有覺得 有這麼愛的感覺對不對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 浪子跟玉女的結合嘛 就很像電視劇裡面 但怎麼講的浪子又回頭了呢 浪子就是應該天天 握在家裡對不對 可是 女人是很矛盾 當她自己的男人 沒有夢的時候 她會覺得說 這怎麼得了 這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等她有夢的時候 好 我幫她完成 這時也自己很有成就感 我好像我可以幫我先生 可是她的夢太大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說 我怎麼跟得上妳的腳步呢 對啊 其實有時候會這樣 有時候你也怕自己配補上她 這個我從來沒有 我對家裡 對所有這一切 我認為我的榮耀是跟她一起的 這樹來是結的 沒有 我的配不上不是說 好像她多麼光環的那個 我的配不上是 就是我這麼小 小 就是 我超小家子氣的 你知道 我就 小慧說 這個很少女人會自省說 我真的格局很小 我的格局就在穿桌上 你知道嗎 然後她是硬是把我 把我撐到一個今天這個位置 其實我學會很多事情 我很感激她 不過我實在沒有想到 23歲的小慧 是一個玉女型的演員 她後來到了片場 她像一個製片人一樣 要管很多的事情 要去安撫別人 她要編劇 我覺得她很賣力 她不斷地在生孩子 我覺得她很賣力 她本來想 我只不過嫁一個爛子 哪那麼辛苦啊 我只不過去演演戲 養養家就好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 一開始 我想說沒關係 我也可以去賺錢 對 我就賺錢嘛 如果兩個人就過了這個 對不對 做過一些痞子的生活 怎麼想到要做英雄呢 對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我是知道她一直有夢 擋不住的 擋不住的 對啊 只是那個時候 沒有一個人認可 蔡月欣的夢是會完成的 所以我說我有責任嘛 一無以來就是我說 好 我就這樣超好的 我們就這樣吧 然後我又一直去做 然後我就一下當編劇 一下當副導演我也當過 什麼我也做 而且妳又是那種 妳知道 妳要向王月學習 就是 永遠這樣說 拍手又好 最近我是這樣 是不是 我在第12年的時候開始 我突然覺得拍手比較好 爸爸好棒 爸爸妳最棒 我這部戲就這樣啦 她說 怎麼辦錢一直在增加 我說差不多啊 這個劇本就是要兩億 你還花就花 對啊 我說別人要花五億 你只花三億五 你好厲害 我就這樣子講 我問她我真的 她這個時候 她就會比較擔心一點 唉唷 我小花蝶吧